过来 闺女 这干嘛呢 过来 我说闺女 你一直拉着我 也不告诉我 这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 来让我 我这你们家小福呢 一会你就知道了 等会 等什么呀 哎呀 桃桃 你可别说 这你家的沙发 是真漂亮 哎呀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真是的 你看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这不在我闺女家 不想干嘛就干嘛嘛 来咱拍个照 啊 闺女 你让我过来 是拍照的呀 那不然呢 我要不是为了完成 我公司的任务 我能把你给拉过来吗 你也不想想 我都来城里那么多年了 我叫你过来过吗 闺女 你说这什么话呀 哎呀 什么事呀 我不管 真妈饿了 你们先给妈弄点吃下去 什么 你饿了 你让我弄吃的 那在你家呢 你不过弄 我也不知道 你们家的东西 在哪放着呀 什么吃啊 我跟你说 等会儿完成任务了 你直接就走了 别想着吃了 饿一顿也没事 啊 完成任务 闺女 完成什么任务呀 今天啊 我们公司经理 找到我说啊 对了 经理 你找我呀 桃桃 我今天找你过来 是有些事 什么事呀 你来公司这么多年了 也是老员工 在公司里面 跟员工之间 相处的也挺融洽的 公司最近 真的举行一个企业文化活动 就是自己 要和自己的父母开合照 到时候啊 我们会选择最优秀的家庭 给予奖励 哦 这个事啊 那行老板 在公司里面 看你的文身厨师 我觉得 你一定能得奖的 老板 你放心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行 那你先下去吧 哎 行 闺女 原来 你让我来你家 是为了完成任务呀 那要不然呢 我会大老远的 从家下把你给接过来 让你住我这 我还在伺候你啊 行了 来过来拍照 笑 笑一个 三二一 行 还行 就这样吧 哎呀 你先在这待着 我去给我老板看一下 哎 闺女 我我还没吃东西呢 哎呀 饿一顿没事 在这待着别乱跑 知道了没有 哎哎 头痛 哎呀 哎呀 你不说这孩子 这让我拍个照 他就走了 进来 那个经理 你看这我拍在这 怎么样 你能凭上这活动吗 桃桃 这 这你妈 怎么笑得这么僵硬啊 哎 经理 你不知道 这我妈年纪大了 她以前还没拍过照 有点紧张 嗯 所以 看着笑容有点僵硬 是这样 这 那这 这你妈的衣服也不行啊 你看看 衣服穿得这么破 那个桃桃 要是这样的照片的话 肯定不会得奖的 哦 哦这样 我知道了 经理 那我再重新拍一点 那行 那那行 那我回去了 哎 不对啊 桃桃 你看妈 在你家 实在饿得 饿得充不软 我也随便找点东西 没想到 这找块面包 还挺好吃的 你还挺会找的是吧 啊 桃桃 你这人挺忙的啊 你说怎么了 我之前走之前 怎么安排你的 说你在这待着 哪也别去 你倒好 你还给吃上了 我 我什么我呀 你说 我叫你过来有什么用 你连个拍个照都拍不好 真是的 就会吃 气死我了 你这穿的什么衣服呀 去换这衣服去 桃桃 我这衣服挺好的 最后了 我在你们家 我也没 没带衣服呀 我怎么换呀 我都让你过来了 你过来城里的时候 你不会换点 你自己好的衣服呀 我没有 还没有 说那么可怜巴巴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买衣服呢 你想什么呢 我没有 行了行了 别废话了 去我房间 赶紧找一件 你能穿上的衣服 最好的 你给我穿上 你的衣服 我能穿吗 怎么不能穿 我说能穿就能穿 你去找 我知道了 这干嘛呢 生那么大的气 找好的 听到没有 其实气死我了 干点什么事都干不好 拍个照 还拍不好 桃桃 你看这么小吗 我说你眼光还快好的 就是这个衣服贵 你找这个 真是的 行行 就穿这一个吧 来 过来拍照 笑 笑开心点 三二一 这个应该不错 闺女 这妈还没拍过照呢 你拍的照片 能不能跟妈留一张呀 留什么留啊 我这是做企业文化呢 给你留一张照片算什么呀 再说了 你那手机能穿相片吗 这张照片应该不错 行 你走吧 桃桃 这我来到你们家 还没一会呢 连饭都没吃 你就让我走呢 好歹 你让我 在这吃了饭再走呀 我还没饭吃呢 你想吃吗 来来来 这个拿着 肉想吃 走吧走吧 哎 桃桃 这我可是你妈 你 我知道你是我妈 哎 行了你走吧 桃桃 走走走 哎 桃桃 桃桃 哎 经理 黄桃桃 没想到是我吧 经理 你怎么来了 来了快快坐 行了 我要不来 我能看到这一幕吗 什么呀 我正打算跟我妈一起去逛街呢 是吧妈 得了吧 你刚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跟踪那你 你所说的话 我也都听见了 什么 经理 你都听见了 是啊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在公司这么多年 你今年一夜的 在家里居然是这样的人 你说说 这你妈还因如苦 把你养的 还容易吗 现在就是你对你妈尽孝的时候 你不仅不对她尽孝 还这样对她 你还是她的女儿吗 咱们公司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活动 不就是想着最老挨用吗 你利用你妈 想得到那个奖金 你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 经理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黄桃桃 我告诉你 现在知道错 已经晚了 我们公司 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经理 你别这样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以后 一定好好对我妈 是啊 经理 这桃桃 一是一是糊涂 她平时呀 对我可孝顺了 这衣服什么的 都是她给我买的 你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就算我求你了 经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阿姨 你就不要再为她说话了 你这个衣服 真的是她买的吗 黄桃桃 你看到没有 你都直现在这样了 你妈还在为你求情呢 你怎么就不念她的好呢 经理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以后一定好好对我妈 行了 我看上阿姨的面子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 如果下次再这样的话 我可绝不会再轻挠你了 经理 你放心 没有下一次了 是啊 经理 真是太谢谢你了 阿姨 你太客气了 我公司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经理 我送送你 不用了 你好好陪阿姨吧 妈 对不起啊 是我之前对你的菜育太差了 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 你不是饿了吗 走 咱们出去 出去吃 你惹妈的女儿 妈不会怪你的 出去吃什么饭呀 这在家里 妈给你做点 妈 不做了 你不是也没衣服穿吗 刚好咱们出去吃过饭呀 再给你买几身衣服 走吧